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省税省得更多一点 更有可能省得多一点的话 就是要预先做一些计划 这样才能做到最好的效果 因为很多时候已经到了报税季节的话 那真的就像一盘菜已经做好了 那你觉得胃口不对 那你要怎么的改动就不太可能了 最多放一点点调料稍微改变一下了 那么今天我们这位朋友的问题是这样的 他说我的一个房子要卖掉 这个房子我已经住了20多年了 那么现在估计下来增值部分远远会超过50万 我们夫妻两个的可以免税的额度 那我想知道操作部分我要交多少税 有什么办法把这个税降的更少一点 好 这个其实你说的很对 我相信你对这方面也很了解 所以每个人有25万的免税 那么夫妻两个核报就是50万 超过50万部分 它是这样的 他就认为是capital gain 那么这个capital gain因为你是住了那么长年份的 只要超过一年以上它叫long term capital gain 那么它的税率就是有限的 它分三种情况它的税率 第一种就是说 假如你报税的税率在15%或以下的时候 那一部分你这个capital gain的税是零 记住这是个零 第二个就是我们经常讲到的15% 那就是说你的税率超过15%的话 那么你的税率就是说 不用超过15%的那个一档 而是用的15%作为你的税率 那么还有就是您的收入在超过20万以上的时候 那么您这个capital gain的那个rate就会涨到 就是说20% 那么这个呢不仅如此 还有大家知道有个奥巴马卡的那个税 这个呢在那个投资收入里头会提前 那么呢你的capital gain呢叫投资收入 投资收入呢如果你的总收入超过20万以上呢 它会增加到那个3.8%的奥巴马卡的税率 那个税 所以呢就相当于叫23.8% 那么因为你的房子头50万已经去掉了 不用了 那后面可能还有什么20万30万 这有可能这么多 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考虑不同的情况 那因为你说已经做了这么多年了 我相信你的年龄或许是没有退休 或许已经退休 如果已经退休了的话呢 应该收入比较少 收入少的话呢 你基本上不会有太多的税 如果你增加就超出那个部分的 超出50万部分 只有10来万的话 可能就问题不大 因为你有自己的免税权 然后呢 超出部分的话 头应该夫妻两个人 头大概近10万块钱吧 9万多 10万块钱这个样子的税率 不超过12% 那么如果不超过12%的话 那么也就是低于15% 也就是在这一部分呢 你就免税了 所以如果你的capital gain 只有这个百分 就是那个10来万的话 就是说超出50万以上 那么可能你就跟 不会产生什么税的问题 当然如果你没有 你还在工作 那么这就不一样了 那你就一节节往上走了 就可能会多一点 但是呢 另外有种情况 我不知道你的情况是什么 如果你是自己的生意 自己的公司 给自己发工资 那么你也可以做个调整 你可以就是说 我这一年 反正我准备要买房子 我都准备好了 这一年我自己给自己扫发工资 那么使得我这一年的报税收入低 也可以避免这个税 但是这个因为是上面部分 如果只有15%以上的话 最后会涨到22% 那你要看了 你是觉得这个是不是太不值得 因为有时候你的收入很高 本来就税率很高的 那么你也不可能全部 扫发工资啊什么来做到 那就不值得去这样做了 反正是投食 那个你的那个过掉以后 最后就是说你 也就15%或者23.8% 那么这个呢 也只能这个样子做了 所以呢 这个自己可以做一些调整 以前我们也可能谈过到 差不多类似的情况了 看看看 这个希望对你这个建议 有点帮助 好的 希望也对我们其他 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碰到那类似的情况 做准备的时候呢 也有一点帮助 希望 好 我们今天呢 这个话题就谈到这个地方 我们下个礼拜二 这个时候再见